大家好我是琪琪姐 今天今天今天也要带你们拆忙的 这里面都是一些非常可爱的小园女 我们赶紧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的 第一个是个尺子 这是一把西瓜尺子 还有一些西瓜子哦 还有第二个 没人呢 第二个是一支笔 这支笔真的好像棒棒糖一样哦 但其实这个是它的盖子 再来做第三个 感觉我到底很大 原来这是一个甜甜圈的修装袋 让每个小扣子给它打开 哇原来这修装袋在这里 我们试一下 哇 真的换掉了耶 还有什么 哇这一带也是好东西 十二色的蜡笔 颜色的宝贝对也蛮高的 现在我来画个画 感觉颜色好像很淡 一种往下看看 这个小恐龙的修装袋 原来它是一个恐龙的小鞋子啊 这个是这样子玩的 现在让我来个恶龙跑小 感觉它的沾黏性不是很好哦 这个修装袋也太像口红了吧 像穿出来的哦 这是一个柠檬茶的修装袋 试试它吧 哇这个真的好流畅啊 这个应该是最流畅的一个了 好平 想再三个一个呗 原来是照相机修正袋 现在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哦 我要试试试试 整体的地方还是除掉了哟 而且它有两个圆圆的小脸蛋 真的好可爱呀 迪迪也要把它列为我的最爱 我把刀的两个红萝博 让我们看看红萝博是干嘛的 原来它是一把手刀耶 迪迪也活在爱快递啊 剪纸啊 什么都可以用它了 好方便哦 这个蜡笔真的好多呀 这是一个冰淇淋的指甲刀 这个指甲刀也太可爱了吧 是冰淇淋造型的 我摸到了一个长长的东西 哦 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个书签 上面是一个科技的小屁股 哎哈 啊 鉄铁转摸说一个爸爸 他是一个钻饼刀 我们就最后一个了 是一个棒棒糖剪刀 我们赵白猎给拔出来 已经是剪刀了 只会剪刀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不要受伤哦 你的藝姐姐这么多的可爱文具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没事